直擊動物救兵 On Call 24 小時 愛你還是害你 可能只差一線 香港越來越多人養寵物 但同樣地被遺棄被虐待的 亦都越來越多 不要救救他們 唯有靠這班人 Edmond有個叫 除了百號風球、黑羽之外 香港外戶動物協會一班職員 365天24小時按叫 永無鬆鞋 你知不知道有機器嗎 有甚麼要下去 我們有車架 我們有車架在下面 求助個案還要甚麼都有 這次就輪到交通意外 牠們馬上送狗回去外協 給獸醫檢查 可能牠傷得太重 隨終都要人道毀滅 要處理動物屍體 可能已經慣了 但查實那班職員 全部都很喜歡動物 都會盡力救回牠們 幫牠們找新主人 但說到最難了 應該是涉及約束的個案 有每個人 整隻狗仔訂了下街 因為牠兩姑婆吵架 狗仔的女兒 可能因為 女兒的事而吵架 撈起來一手撿起來 便訂了出街 其實香港防止 虐待動物法例 已經實施了78年 主要針對食用 跟農場動物為主 對於貓狗這些家養寵物 未必適合 好像容許把動物 有少許時放在農裡 但這樣其實很慘 所以外脅也奉勸市民 養動物之前 真的要想清楚了